老杨到处说 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和认同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订阅数 今天也6月8号 那么已经突破了 1万个订阅数 大家认同 我们就更加要努力 希望一起把这个节目做得越好 我们来谈一谈政治严打 政治严打跟1983年的严打不一样 网络上和舆论上的政治严打 有一个比较让我们觉得 有点奇特的现象 是不是连李克强总理也给屏蔽了 因为有一个公众号 只是介绍李克强自己 谈读书的心得 谈对老师的尊重 但是这个公众号很快就被封了 而且是永久封号 所以大家感到很诧异 这个李克强总理怎么了 因为李克强总理 在这个两会结束的记者会上 那一席话 我也曾经在节目中 用石破天经来形容 所以很多朋友私下都在议论 在定于一尊不准妄议的政治的 那种高压的几率之下 有人愿意讲一些真话 也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这样 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种身困的人 我们也知道北京 有很多的政治几率 普通的党员有一百零几条的规定 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 还有天天要在学习强国 去赚那个分数 那么高层的干部在公开场合 不准议论的一个规条 大概有14条之多 我不敢说这样的规定 它只能显示出 中国现在面对的内外的形势的严峻之外 其实我不敢也到目前为止 不敢说紧若寒蝉路人侧目 来形容现在大陆的民间社会的话 以体系的氛围 但是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 智能化管理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以及那些微信 然后相当面积的封杀 屏蔽 取消腾讯的公众号 微信的公众号 很多开设的微信 现在上了黑名单的名单的人 好像也越来越多 可见在这个底线之为的支配之下 面对的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的形势 对内的言论的管控 的确比前几年要严苛的多 有趣的是 就是前几天在地摊经济 非常热的一个当口 特别是中央文明报也发了文件说 也不会有再用这个城市的士隆 来考评精神文明城市的指标之后 后来间 北京日报早几天 以精评的评论员文章 旗帜选民的指出 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那么前几天 都还在为李克强总理的言论点赞 现在立马都销行匿迹了 包括微信的一些文章 包括李克强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有关设计的东西 那么对于北京日报这一类的文章呢 除了几个门户网站奉命转载之外呢 我看其他省市的这个媒体 基本上采取的是消极观望 反正如果有文件要求转发 大家一定会执行文件的要求 没有呢 大家基本上是袖手旁观 更有甚至 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直接被封号这样的现象 让我们很诧异 因为理由太直接太粗暴也太简单 这些点点滴滴 围绕着李克强总理的这些方方面面呢 总会觉得让你很不正常 究竟北京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李克强总理 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我想在那几个观察的心得 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六亿人月收入一千元之后 财新网也继续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的数字 也就是全国呢 月收入两千元以下的是九点六十亿人 月收入五千元以上呢 全国有七千两百万人 那这个东西呢 是来自于北师大的一个调查报告 我估计这个数据啊 国务院总理得到的数据 应该是这个消息的源头 那最近有一个有著名的学者呢 一篇文章说啊 现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财富 掌握在百分之二的人的手上 这个作者呢 就质问了一句话 这还是共产党吗 当然这个呢 也很刺激啊 很刺激的问题 那么财新网提供的数据 这些数据也消失了 消失的文字 包括中国近年来对外援助的数据 包括暂缓债务国支付利息 支付那个债务的这个消息 这些新闻报道都被屏蔽了 海外有些朋友会觉得 这定于一尊不准妄议之下 李克强总理说了一些实话 是不是已经挑战了某个领导人 不可挑战的权威地位呢 坊间传言李克强总理的检讨文字 以及习近平赵乐际找李克强谈话 我相信呢这是杜撰的 这杜撰的应该也是符合 思维逻辑推理的杜撰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察心得 庶民政治 以世系政治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治体制之下 它是一对矛盾 但它也是个客观存在 去年建国70年的游行 天安门这个游行的行列里面 最后有一对车队 举着他爷爷奶奶爹爹 妈妈父亲母亲的这个照片 这个大家兴高采跌的 路过天安门接受了中国领导人的检约 这个事情很说明问题 很说明问题 基本上有人调侃 这是共和国原始股东的开会 那么我说过了可能有严格的规定 互国级中将以上才能有资格 其他的中将以下还不行 他们之间也有矛盾 有人说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国家是他们家的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这个话会不会有点刺激呢 不得而知 但是从现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构造 中央政治局的构造 其实庶民出身的 跟红二代根正苗红出身的 有一定的配比 七个常委中间 红色基因的根正苗红的 符合陈云先生生前说过的 自己的孩子信得过的 跟寒门子弟庶民政治出身的孩子 这战的比例呢 应该都有一定的这个差别 当然拍板呢还是红二代 李克强总理最近围绕的讲话 被黑被封闭被检讨之类的 这样传言呢 比起当年呢 这个这个这个汶川大地震呢 温总理调动不了军队 在那边拍案的 人民洋活了你们 你们看着办 我想应该比温总理的 当年这样的尴尬 还要尴尬一点 那么大敌当前 内忧外患旋转而至之际 这些算不算正常 如果算正常 我们就不带评论了 如果算不正常 又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 第一把手的核心领导地位 还是稳固的 没有人也没有力量 能够挑战定于一尊的领导地位 是吧 真正呢 直接了当的批评呢 只是零星个别 包括许章论啊 包括蔡霞啊 包括任志强 可能也有一些人 有同样的意见 但是没有地方发表 也不敢发表 这我想这是中国现在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那现实 但是呢 我们也不由得想起高层对于大政方针 尤其对于对外政策的看法 是不是都是那么的一致 如果一致 就不会有李克强在记者会上 那一个叫被视之为勇敢的一个说法 是吧 第二呢 地摊经济 的确呢 是不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的正界点的问题 中国终究要走向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工业体系 要走向高新科技 要带领人民走向小康 这是始至不宜 要去奋斗的目标 但是呢 地摊经济呢 真的是可以解决 当下的去固存 当下的经济困顿 就业不足 百业凋敝的现实问题 让中国老百姓通过这样一个坦诚的语言 来说明当家不容易 国家有困难 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来解决 一起要面对的问题和困难 这是一件好事 至少大家呢 能够通过摆地摊 减少了全民吃草 这样一个麻烦 而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高层的党政关系 中南海北院南院的关系的协调 一直是个话题 国务院总理在历史上被迫做检讨 深刻检讨的例子有没有 有 这是周恩来 五十年代 周恩来因为自己被制止为右倾 频繁地做检讨 几乎过不了关 最终勉强过关 文革后期为了中美关系 为了对外关系 外事的问题 周恩来身患重疾 能然要遭受毛泽东受益的各种各样的批判会 政治局委员大小会做检讨 遗误了看病的时机 这周恩来的晚年 临终前的悲愤 以及在五十年代被拨学检讨 在他们家里面那种怒吼的声音 都看到 即便是当一个国务院总理 也是很不容易的 李克强总理今天当然 或者理所当然不应该成为当年的周恩来 但他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必须要不断做检讨的国务院总理呢 他能不能为了这个大局忍辱负重 不得不要检讨过关呢 让北京日报这样一个省级直辖市的报纸 也敢跟他公开说不 其实呢 这种舆论界的政治严打 打到了国务院总理的头上 那么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不得而知 有的朋友批评我总是提问题 为什么不有答案呢 我说答案在每一个听众身上 每一个观众身上 我们都有自己的答案 好不好 我们的关心中国 就要从这样一个具体路由的事来思考 我想这样对大家可能有更有帮助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欢迎订阅 欢迎分享